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随着浪解三的播出 余文文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也许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她了 但是如果说到歌曲体面 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印象 因为这首歌在2017年几乎火遍全网 而且余文文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曾经的她可以说是一夜巅峰 那么本该有大好前途的她 为何逐渐没落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 许多人都把看点转向了宁静和纳英 但是没想到的是最近风向有变 余文文和宁静之间的对话也十分有趣 在练习室中 余文文做了一个动作 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舞蹈动作 接住余文文说 这是她最不喜欢的动作 宁静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一脸无奈 网友直接调侃 看着两个人斗嘴 想起了我和我妈之间的互对 看来余文文私下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余文文是1989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 小时候的她家境英时 父母更是对这个女儿宠爱无比 所以小时候的她 无论是学习兴趣班 还是想要什么东西 父母都是顺住她的心意 在余文文四岁那一年 她突然对钢琴产生了兴趣 爸爸妈妈毫不犹豫地巨资 为她买了一架钢琴 虽然父母很宠溺这个孩子 但是他们也不希望余文文学习到半途而废 所以在她学情时就和她寻寻善用 学习的时候不可以三心二意 可以用好好学习的时间来换取完的时间 正因如此 这才改掉了余文文好动的坏习惯 从四岁到九岁 余文文学习钢琴整整五年 时间久了之后 她终于感到了厌烦 她把想法告诉了父母 甚至还说 自己想要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乐器 父母尊重了她的意见 并且为余文文换上了一把新衣的吉他 刚学习吉他 余文文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因为乐器的变化 所以导致余文文未来的方向也得以改变 学习吉他之后的余文文 逐渐对流行音乐感兴趣 上了高中之后 父母为了让她能够更加近距离的追逐梦想 于是就把她送到加拿大留学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 余文文也接触了许多弹吉他的高手 这对她的未来也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一直到2009年 余文文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 不仅如此她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大学期间 她也登上过无数次舞台 此时的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 在回国以后 她却被现实差点打趴下 2014年 她在公司的安排下 参加综艺最美和声 虽然被逃者选中 但是人气却很一般 许多人都不知道 余文文曾经参演过电影至青春 因为短短的几秒镜头 压根就是一个路人 她在演艺中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 一有二分之一的夏天 一直到2016年 她才算出头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她唱了一首《心在跳》 很多人觉得她能胜出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人气爆棚的她 最终却被淘汰了 许多人猜测她可能得罪了谁 在音乐上无法发展的她 最后只能把眼光盯向电影 生活对她还算是给了出路 2017年 她出演了前任三中的女主林佳 吃芒果的那个片段 更是成了经典 这部电影最后拿到了19亿的票房 余文文为这部电影创造的歌曲体面 更是一夜爆火 本以为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娱乐圈再一次告诉了余文文 什么叫现实 火了之后的她确实接到了不少片约 但是无论她上什么舞台都只能唱体面 无人关注她别的歌曲 在《无限歌谣》 余文文在跟月云鹏合唱时 丝毫不顾及他人 这也造成了别人对她不好的印象 2021年 她又参加了《为歌而赞》 然而 评委其他人也丝毫没有给余文文面子 直言 她唱歌像小学生悲客文 被质疑的余文文 也丝毫没有落下风 直接对了回去 但在此之后 她的方向也逐渐迷失 那几年 一直不温不火 一直到今年正在播出的《浪解3》 她似乎才有了一点繁红的可能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余文文的歌曲 虽然当年的那首歌很火 但是之后的她确实没有出圈的音乐作品 其实这些和余文文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直言不惠 并非缺点 但是并不是用所有的场合 这种人设短时间内 也许有噱头 可却不是长久之计 若想翻红和延续 还是要把精力踏实地放在创作上 期待于文文在《浪解3》的精彩表现 同时更祝福 她能找到人生之路的目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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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留言